Hello 大家好 美鳳好見 早下我做了Dyson Super Sonic HD 08 風筒作為禮物 今天的影片主要是順大家開箱和測評一下 它和我平時用的風筒有什麼分別 那如果你是否Dyson風筒有興趣 或者你都想知道這麼貴的風筒是否真的值得去呢 就和Dyson看下去吧 登登 這個就是風筒的廣箱 這裡寫著重是2年13kg 但是它是包覆了這個胸膜和裡面的連接 我覺得它風筒的整合量是很重的 它的設計是... 我現在不是這樣 擦了兩層外霜之後 終於看到風筒的登山 大家有沒有覺得它這樣看來有點像一個咪 我不知道有沒有朋友跟我一樣 頭髮有多有效 然後髮質又不好 頭髮很硬 而且吹頭也這樣子 復活的褲褲 每種吹頭也超級辛苦 特別夏天吹到一身寒 然後也不能一次過吹乾頭 因為吹來吹一下頭很熱 你整個人頂不住 然後你就說 吹去一會兒 過了十分鐘再吹 長環之後 之後再吹一小時 這裡才吹乾 所以就是一個 很普通的遊戲 所以當我收到Dyson的話 我就對吹頭 出現了新的希望 拿起了封筒之後 下面就會有一些說明書 快速入門指南 還有這個叫你記得要線上註查封筒 最下面這層就是封筒的配件 我們看看外箱這裡會比較貼近 還有這個有五個配件 這五個配件可以在吹頭時帶來的作用 封筒的主體和配件之間是用磁石去連結的 即使一聲就代表它們已經很安全又很緊密的連結箱 就算你不用配件的話 本身已經可以直接用吹頭的 配件 不過它的封筒會比較大和不集中 即使吹頭的時候 就會覺得吹起身頭髮會比較亂的打擊 所以很建議直接吹 這個頭是這個新髮型 即是HD0才有的 它主打的功效就是 虎皮髮絲無粗 其他幾個配件呢 我也是簡單的說 這個我個人認為是一個最基本的吹頭 即是你不知道用什麼時候用它一定會做的 這個吹頭 對比這個基本的這一款 它是沒有那麼變身的 而且我嘴這裡是軟在毛一點 這個它說明書裡 就是講的是主打吹直頭髮 這個風手呢 相信大家是實在我應該看到不少了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吹端頭髮 還有這個小小的圓圈呢 它主要的功效就是會抗洗氣流 令到你頭皮的感覺不會那麼嚴 所以令到你整個吹頭皮的體驗會更舒服和溫和 好 現在和大家一起看看封筒上面的這些鈕 首先這個就是開關鈕 這一個就是調風沖的 旁邊這一顆就是調風的溫度 它有一個好的好處呢 就是當你吹頭吹得很熱 你不想要爆炸的時候呢 只要長按這個按鈕 它就會幫你出動風了 然後整個頭的感覺 瞬間枯了 舒服了 它的造型設計很特別 我覺得它這個洞可能會洩一點灰塵 我幫大家看看有沒有要用它 還有看說明書 它下面這個濾網是可以拆的 其實我不太理解 為什麼封筒也會有濾網 因為我用開它的封筒 它裡面的濾網都是類似的 就會積塵 所以這個封筒的濾網 用外了這個位置 這個也不會積塵 所以大家就可以拆開 然後再放上去 好 現在就來試一下Dyson這個封筒 它有多重呢 沒有太多 啊 太大了 426g 那我今晚洗完頭之後 就會用Dyson風筒的吹頭 歸測試一下 究竟我這個這麼難吹乾的頭 它是多久可以吹乾呢 還有吹完之後的髮質表現是怎樣的呢 明晚我就會用我平常用的這個封筒 其實它也不是一個普通風 很多時候都會用Aura的一個封筒 我覺得它也算是一個比較專業的封筒 但是它的封筒就真的很重 這個手是超級無力的 那我會測試一下 兩款封筒 吹乾頭髮 所需要的不同的時間長度 以及吹完後的一個髮質對比 現在來看看我平常用的封筒的重量 7...8...40g 即是說Dyson差不多是它的一半的重量 在吹頭前我會在髮尾噴一些積劃去保護頭髮 好計時開始 最後用了7分鐘左右就吹乾頭髮了 就這樣看似乎沒有什麼分別 但其實Dyson吹出來的頭髮摸上手是柔軟很多的 屁股 激的能力 浪費 很多人的遍